這一點我還是能 對不起 那我這樣一下 因為呢 我這題我還是打一下 因為我真的要澄清我沒有抱怨 我真的是跟先生討論過 因為他曾經提醒我可能要準備 那因為我真的不了解這個整個申報的程序 所以我的確有跟他討論 問他一些 詢問他一些問題 其實就是這樣 就一次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謝謝大家好不好 其實我也趁這個機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幾個月 我老公他行程非常的滿 那我覺得你們真的非常的辛苦 所以藉這個機會在這裡跟大家說聲辛苦了 然後謝謝你們 就是所有 我覺得所有候選人都加油 我覺得最後就是看台灣的命運 然後相信選民自己會有對的選擇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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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